那肅清已經想到退休這個事了嗎 我必須說應該算是 第一件事情 我必須先說 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跟剛剛才講的爸爸媽媽真的不一樣 他們以前都只在工作 工作 工作 所以他們很少休閒享樂 享受人生 我剛好是一個相反的人 我過去都是一個及時行樂的人 你也知道 我都趁人生最精華時段 把所有該享受的東西享受完 所以以前大概每年都出國一到兩次 所以人家去過 我去巴黎的次數 比我去巴黎的次數還好 一顆 所以就是說 然後剛剛講到包包 我每次打開包包都想 哇 幾輛車在裡面 對 所以就是我以前是這樣的人 所以不是 我不是以前跟你講說 每次在大地震來的時候 我躺在來說 不要逃好了 因為如果塌下來 反正該吃也吃 該玩也玩了 然後戶頭存款 人生無憾 沒有戶頭存款也沒有很多 戶太長可能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以前是 悔恨是上面的糧又沒有壓下來 所以以前是這樣過日子 可是到現在真的 你邁入人生的後半段 五十幾歲 你會開始思考到說 對 我跟怡里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生小孩 所以我們必須要為自己老後的生活負責 我就要想到幾塊 第一塊就是錢會不會夠 所以我必須說我已經兩年沒有買很貴的包包了 沒有 我開始覺得說 有節制了 有規劃了 對對對 但是好處是說 因為人隨著他年齡成長 他賺錢的速度會比他年輕的時候稍微快 所以這個時候悔恨來得及 就是可以開始存錢規劃說 好像不能真的把錢都丟到消費品裡面 所以開始有一些理財的概念 第二件事情就剛才講的就是健康的概念 我之前真的有開始重訓 然後我其實盯的不是我自己 因為你也是知道 我從小就以腿出住民 所以很多人認證 我積小症風險是低的 但是像我每天都盯著我男友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兩個沒有結婚 但我們兩個在一起 所以以後彼此要照顧 我每次看他 我跟他說 我告訴你 你不再運動 我這個人如果推輪椅出去 一定是推到懸崖去的 沒有推回來的 所以就是一直告誡他 他真的要運動 因為運動 我想說四十歲的運動 決定你六十歲的肌力 所以五十幾開始已經太慢了 所以我每天都逼他說 我要買健身器 我幫你買課程 我幹嘛 你要運動 我跟你講他是很奇怪 男生都這樣 男生年輕的時候 愛運動 你不要把陽師棒罵進去 男生年輕的時候超愛運動 每天就籃球打到爆 然後排球什麼都打 什麼運動都做 可是他們開始工作 每天跑到辦公室之後 他們就運動這件事 他們都覺得我已經累得要死 我喜歡運動 然後甚至走幾步都走去 不行太累 坐進來開車 因為他們開車 他們更愛開車 別忘了 年紀大一點的女生囉嗦 囉嗦 所以我從來都不囉嗦 我只說一句話就是 我告訴你 我推輪椅出去是不推回來的 沒有沒有 其實要讓他生病 男朋友很高 到時候你真的很難 推不動 我跟你講 所以我就跟他 第二個肌肉的這件事情 還有身體的保養 這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開始說 我會說真的有機會就要練 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其實看到幾個老的很健康的人 我發現現在都講 輕盈共榮這件事情 就是說老的時候 你不要只有老的這個概念 因為你會很慘 你會看到永遠都只有夕陽的景色 那因為我們沒有孩子 我們看不到日出的那種光景 有孩子的人 他可以想像著孩子未來會幹嘛 會覺得很快樂 因為你想像著他們的未來 可是老的人就都覺得 我只剩夕陽西向很可怕 所以輕盈共榮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年輕的朋友 那我看到幾個有年輕的朋友 都活得很快樂的人 有兩種特色 一個像那種有老師這種人 像我認識那種九十幾歲 因為他平常有在教畫畫 所以他畫 他這學生 什麼不時來 都會給他帶一些新的 不一樣的想法 不一樣的東西 新的玩意兒 他就會學 我另外一個 你認識那個海洋大學 那個孫寶年教授 他每年生日 他的實驗室的徒子徒孫 他們都開十桌的 就是所有徒子徒孫在家眷來 永遠都有新的東西 有年輕人給他活力 他們不斷的讓他知道說 人生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還有因為這個動力去學新的 所以我就想說 對 所以我開公司是因為 我的員工們年輕 他們永遠都 原來年輕人現在在玩這個 那你開幼稚園不是更好 幼稚園我沒辦法 幼稚園你怎麼在拔石把尿 你受不了 會倒 會倒 所以你跟青年人 跟年輕人 所以跟青年人在一起工作 你會發現他們每天都 所以你有時候 原來現在年輕人這麼小 而且他會教你手機怎麼用 真的 有一些手機的功能 教你很多新的東西 帶給你年輕人的視野 我覺得就是很自然的共融 他要搬跟高雄 你會搬去哪裡嗎 我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雖然年輕的時候 我都亂揮貨 我媽媽每天都擔心 我存款部裡面到底有沒有錢 你知道他這件事 擔心到我四十幾歲 他都很擔心說 你存款部裡面 到底有沒有錢 我想說沒關係 我有我媽 你媽媽說 台積電四十年 我沒有四個 沒有 但是我的好處是因為 我母親是會理財的人 所以他以前呢 所以我以前都抱怨他 以前說 奇怪 你怎麼跟幫我對付 我不要拔過 媽媽自己拔 又沒有貼錢 可是我存款部 我不要看過 可是你又知道說 他會幫你 一 他會幫你計畫 二 所以呢 我們基隆 就比你們高雄更好 我們房子更平價 所以我們基隆住 基隆住 算秀 算秀 雖然這幾年去到比較適合 但是剛好家裡就有 所以第一 我以後可能也是 可以把我臺北的房子賣掉 我住基隆就好 就有養老金了 就有養老金 因為臺北的房子剩下 就 基隆自己就有房子 對 所以你可以回去 你有住的地方 那你臺北的房子賣掉 你就有錢 對 甚至我本來 所以我本來之前 而且基隆如果有植物不用澆水 因為常常下雨 他都會 還有長出新的香菇 什麼的 發出來 所以不用怕 然後我甚至曾經有一度 本來還沒有想到這麼的時候 想說這是最退一步 就是至少家裡還有房子可以住 不然我那個時候本來 跟我們幾個朋友 你知道嗎 我們本來之前已經去看淡水的那種 淡水在過去裡面 他有幾個那種毒凍 其實是很便宜的 就是幾個人如果合資一人住一層 我們都已經去看了 只是後來擔心那裡就醫不方便 淡水 淡水也很便宜 第二淡水其實你說我們基隆潮濕 我們這幾年沒什麼落花 這幾年我們說有時候淡水 如果身體比較適合 就是這個溫差什麼 不一定適合 是 當初常是比較冷 所以我以為連年老的處所都想 就基隆算不錯 因為基隆離台北很近 好 那這個楊醫師今天特別帶了一本書 叫獨老時代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是先讀那個 熟寧生活記不走 漫寧的書 那我邊讀邊讀 又是把我以前就有這一本 又拿出來重讀一次 我發現裡面有一些跟漫寧所講的 是有互相呼應的 那他這本書主要是講說 日本有一句話叫 人生到最後都是一個人 所以我們一個人就要去想 你要怎麼當一個好的老人 如果我們先不要想另一半 不管有沒有結婚 那怎麼樣獨老時代 你去迎接一個人的老後 你要把你自己打理好 什麼叫一個好的老人 就是說賣民宿 賣一個沒老人味的老人 這個老人味不是只有先哭 包括你的行為 但是他這二十點 我沒有全部接受 所以我就選其中八點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 跟來賓分享 好喔 那我為了讓大家比較好記憶 我把那個位置都標出來了 就是頭的話 要笑臉長贏 這也是曼玲講的 樂觀處事 凡事正面思考 這就由頭來想 嘴呢 嘴就是說常常說謝謝 宏益大哥 謝謝你邀請我二度上節目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然後手的話 學會煎蛋 你如果學會煎荷包蛋 但是這顆是好吃 不是以手為原則 是好吃 好吃的荷包蛋 那你如果是一個人七十幾歲 在過日子 你煎一顆很好吃的荷包蛋 是很容易就上手的事情 而且有營養 你不會那麼容易熏死 不會那麼容易熏死 跟荷包蛋有關係 就是一個延伸的比喻 你如果說連煎一顆蛋 都有困難 你可能一個負面的念頭會 我跟這個人都沒辦法 冠軍心有什麼意義 是 對吧 那時候就走到陽台去 你在電鍋邊都吹軟了 然後再延伸就是到腰 腰的話 剛才我們第一句小禮 只要他們在半夜 不能怕他們煮 沒人燒 但是不用那麼多 有夠煙 比夠煙還多一點就好了 錢 這講錢的部分 我們要 你覺得夠用 可是有突如其來的開銷 這個也要算進去 再來就是身體 身體剛剛講說就不要臭 不要臭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上節目 還是跟人家吃飯 都要先洗手才出門 你別說打球之後就跑來上節目 炒給大家拼 這樣就是會很討厭的老人 是是是 聚餐也休閒 是 所以我很早我找到 看來這裡有的 我跟人家吃飯都會先洗眼睛 那有些人會還有 那個老人有時候讓你看起來 他還蠻潮的 那是不是更瘦吧 沒有錯 我們就是穿插 如果生錢就更讚 頭上這個最好兩點 最好兩點 待會再講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